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NBA今年休赛期的整个话题版,都是胡人拦网贡献的前者是谁,谁都有一结果,除了有一啥正事也不干,后者是家里两队大佬闹番,直接就申请交易了,于是,有一队和闹番队,自然而然的走到一起,魏绍和欧文,也就成了各自的交易主体,原本着,媒体新闻传着神呼其神,欧文感觉第二天,就要飞到洛杉矶一样,结果传着传着交易,就给传媒了。 球迷们看了半天的交易热闹胡人,却突然动手,来了个大反转,酝酿多比交易,不再关注欧文,据ESPN记者报道,胡人不再将目光集中在全明星球员身上,而是寻求多比交易,其中就包括了火箭的戈登,和步行者的西尔德,当然还有贝福利,对于戈登,和西,尔德想都不用想,自然是不错的,就是贝福利。 虽然防守还不错,但胡人目前就仅要解决的,恐怕是球队的进攻空间问题吧,再交一个贝福利回来,这是要五突对手内线选择直接挤爆,让对手无内线可打的诈数吗? 不说笑不说笑,说真的比起戈登和西尔德来说,贝福利确实没什么交易价值,毕竟也34岁了,已经是老将行列,日渐下滑的投射,不足以帮助胡人太多,不过,先不急着管是戈登来,西尔德来,还是贝福利来,许多球迷们,都有一个疑问,现在的胡人,还有,筹码,能交易来前两位吗?那边的南网谈的火热,还不是因为,威少和欧文两人都有志。